佛子天地游记 一块老旧匾额写着石旧地域 此域专程在杨氏黑心作业 不安好心杀生害命者 魂体穿过山洞 一条黑暗阴森的弯曲小道后 洞门地形开阔平直 山洞内部空间占地辽阔 大概有数个足球场那么大 平地上有很多石台 鬼拆把醉鳞放到石台上 用石杆倒心哀嚎惨叫声 在山洞空间久久回荡 不散 只要地狱一日已满 就有阵阵阴风从山谷洞门飘来 醉鳞魂体一旦恢复如初 鬼拆又会开始新一天的惩戒 直到醉鳞形满出狱 有数十台大型机器出现在地狱偏角一处 弟子魂体侵落在机器前面 好奇地询问鬼拆 鬼拆告诉弟子 这些机器试给将来在羊市造作无数杀业的羊人 投生此狱后使用 醉鳞要无数次被丢进机器内部绞杀 犹如他们在羊间使用机器 大量残杀动物 鸡 鸭 鹅 猪 牛 羊 让醉鳞感受动物临死前的恐惧及痛苦 魂体从机器出来后会恢复如初 然后又被鬼拆丢进去机器绞杀 直到刑罚欺瞒 转头畜生道 参观完石旧地狱的星刑处罚后 弟子顺着时间飞向高处的阎王殿 殿前有五个醉鳞浑身发抖 内心意识充满恐惧地跪在阎王岸前 阎王爷 你们两个先开始说 有任何欺瞒 认证我就叫鬼拆账打 男罪灵A 我是XXXX国 生前从事人口贩卖 专门拐卖孩童 在XX一带活跃 我看心灵法门 性重很多 都是一家人幸福念经 我叫女朋友XXX女罪灵B混进心灵法门 佛友群中假装佛友套交情联络 寻个时机下手拐卖孩童 无奈我被XXX共修会义工 发现我不务正业居心不良 向佛友们通报不要接近我们两个 我见事情败露就离开当地区别处 201XXX年5月和女友出外被车撞死 死后带去无见地狱受苦 无见地狱惩戒王后 又被拉进来这个地狱每天 用石杆捣碎我心肺 早知道会下地狱 就不会做坏事 拐卖孩童了 男女罪灵 互相挨着嚎啕大哭 男罪灵C 我是XXX 来自XX 生前是一家医疗器材公司的股东 批发售卖安全性 没有达标的医疗器材 这些有问题的医疗器材 是从一家医疗器械制造工厂拿到的刺货 本来应该销毁的 我知道医疗器材如果发生故障 是会导致死亡 可是还是昧着良心卖给医务所 并且附上假证明书 死后救下来地狱 天天被鬼拆倒碎心肝脾肺 血肉模糊 罪灵豪哭声 阎王爷 可知阳间 向你此类人 售卖黑心医疗器械 于医务诊所 害多少人 死于手术台 让你死后下地狱 常常受害亲属 失去亲眷 肝肠寸断之痛 女罪灵地 我叫XXX X国 混血儿 生前知晓中章 然后转发网络平台 每篇文章都会提供假数据 假案例混淆视听 一篇文章收XX美元 自己也书写 含有淫欲的小品赚钱 死后阎望审判说 我写太多骇人的文章 赚黑心钱 罚我下地狱 每天受心肝 剧烈之辛苦 女罪灵哭泣声 男罪灵异 我的名字是XXXXX阳明 XX 我还没死前 是一家大型农场的主人 养殖鹅 售卖新鲜鹅肝 出产鹅肝酱 靠杀害大量鹅鸭 每年赚取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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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金的利润 不知道这样会下地狱的 死后鬼差把我拉去 大机器的入口 逼我跳下去 机器内部感受 鹅鸭被杀害的痛苦 天天要被绞杀好多次 我再也不敢杀鹅鸭了 我真的不知道的 阎王爷 童子 请你回阳市 尽快书写出来 让阳市众生警醒 我阎王爷不想太多罪灵 无名犯阴律下地狱 违背良心之事 是做不得 请阳市众生 多行善道 莫作恶业 免惰三恶徒之苦 地狱是真实不虚的 你们阳人 不能眼见而已 弟子魂体返阳剑 已是造伤十十多 答 你们以为不知道 就可以做坏事 现在很多产品 它的东西 不值这么多钱 就是骗人 害人的事情 不能做 伤害别人的事情 不能做 早点晚点出事 有的人 还没到地狱呢 在人间 就被抓起来了 不要开玩笑 赚钱不能靠这种 要好好赚 很多人想在人间 投机取巧 以后会躲三恶道 很苦的 老老实实 做一个人多好 为什么 非要这样呢 阎王爷称我们阳间的 人为阳人 他们在阴间的是阴人 如果一个 人人不人鬼不鬼 就是阴阳两极人 卢台长开示 解答来信一货 280 2019年1月18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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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